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那今天的视频会看一下我们的最新产品 Launch X431 Pad 5 这个是Pad B 这个是箱头 OK 等一下我们会开箱出来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OK 这个是Pad 5 我们期待了很久 这个Pad 5里面 现在就开箱了 之前看过很多人做这个unbox的视频 所以我也从这个 这个看了别人的unbox 就做了自己unbox 这个是Launch 一箱 好 好 这个是家箱 中间里面还有这个 这个保护层 还有这一箱 所以总共 是有三箱东西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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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我们所看 主要的东西先 出这个 主机 出了这个这个后面 嗯 其实是方便我们挂在挂在stelling上面 那么你 比如说这个是stelling的stelling view 呢 你挂在上面的话 你就很容易就看得好 还有它可以 倒到最上面的时候 你可以这样这样子拿着 就方便很多 所以 呃明显的这一台机会比 呃 PAT3 比较重一点 好 OK 所以主机我们先放一片 OK 所以很火红的就是这个 火红的smartbox 3.0 smartbox 3.0 有它的cable 哦 等下我们会去试车啊 so ok so 主要的这一箱里面呢 就是插头 还有接头 还有 竹鸡 好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什么 哦 这个是它的stand 啊 这个stand呢 其实它有啊 插座的功能啊 你可以插在那边 给它插 插 插 电了 这后面有 这个type-c 所以 PAT5是用type-c的啊 这个type-c port来插电 嗯 嗯 嗯 这个 蘸的啊 这个dog 很好 做得很好 好 ok 做以后这一箱啊 是所有旧款2000年之前的这借头啊 所以 嗯 的 啊 这 是 好 是 也是 对 这个 对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